所以剛剛的部分的話是在雲端白板的一樣是第五個單元 第五單元裡面的這個樞紐分析表 在這個檔案裡面 因為我看好像同學開啟的 顯示出好像是兩個同學 然後呢我剛剛的那個程式碼是在第四頁的地方 基本上的話呢就是先寫出中間的部分 OK然後呢再包外面的迴圈 所以基本上就這一段 這樣就完成了 那當然呢你也可以把這個9改成向下追蹤 因為如果假如你們將來我們這個 這個數量如果不一定的話 那其實你當然可以用追蹤的 那只是說追蹤的話你可以把 也比如說先讓它先產生一個樞紐分析 然後如果你要追蹤的話你可以把游標放在B4 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呢變成說 它的數量還有一個總計 所以你可以把向下追蹤得到的結果 再把它減1這樣也OK 我看游標放A4 A4會不會OK 向下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 再加一個向下 所以這個地方向下追蹤的話 一樣加一個range 然後A4 點END 點END 然後刮弧 然後向下追蹤 點RO 那記得它追蹤會有個總計 所以減1就可以了 那這樣好處就是說 如果將來我們可能這個樞紐裡面的東西 不是業務 而是換一個 換產業別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不一樣 產業別得到的結果應該 如果假設你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如果樞紐分析表的話 如果是產業別 然後產業別的總價 那得到的結果Ctrl向下 應該得到的結果應該不一樣 欸居然也一樣6個 那其他的話換一個 如果不一樣的話 比如說是客戶好了 或者是說這個業務 產品好了 產品該不會 產品也一樣 剛好有6個 那客戶應該不會一樣 OK 把這個拉上來 客戶名字 客戶名字就多了 OKCtrl向下 這個有159 所以158 那當然這個數量就比較多 那所以呢 如果說假如你會遇到說 將來 那這裡其實一樣可以把它寫成共用的 共用的程序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說樞紐分析表 我們現在只有針對業務 那如果將來你希望把它改成 針對像剛剛產業別啦 或者產品啦 或者客戶名稱也可以共用的話 那怎麼改 你可以拿上個禮拜的那個 共用SOP的方式 把它稍微改一些 其實也是 到底是一樣的 好 那最後的話 就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分割 但變兩個按鈕啦 所以我希望 刪除是一個 那我如果希望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很簡單嘛 加一個call 然後做完之後呢 最好呢 可以再幫我把它切回第一個 這樣感覺好像比較完整一點 所以我就可以在這邊 再增加一個什麼 一個SUB 這個叫樞紐與分割工作表 變二合為一的 一個是call 樞紐分析表聚集 一個是call 分割工作表聚集 然後最後的話呢 記得就是再讓它切回到第一個總表 OK 這樣的話感覺就會比較完整 那以後的話你可以思考 比如說 你可以先做第一個按鈕 做第二個按鈕 那最後如果 還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 那最後可以用call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就一次就可以全部 做完你想要做的動作了 OK 就刪除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接下來 因為這個 大概我們SUB 分析表 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因為SUB分析表 延伸的部分 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我建議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回去自己練習看看 如果假如說我今天 我的Pyvate Field 不是業務 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是產業別 其實你只要把這個名稱改成產業別 就可以了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客戶名稱 還有什麼 還有產品 可以試試看 那當然呢 你就可以把這一個聚集 一樣改成共用的 也是類似像前面的方法 看看能不能做出 共用的枢紐分析表具集 不然如果不是的話 變成你要自己再 再做其他的動作 可能要變每一個 長得都很像 然後呢 每次如果要維護的話 那要維護好幾個SUB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自己再去練習看看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呢我們就要來看第六個單元 OK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就是再看一下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 整合在這裡 那至於就是說共用的部分 我印象中好像有把它寫在這邊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其他的話呢 就是 甚至我們做完之後 如果假設你要再延伸 比如說你把它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 它雖然 篩出來了 但是問題來了 那上面其實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東西 這個是 上面有一個篩選 當然你可以把篩選關掉 只是說篩選怎麼關掉 其實就是一個Auto Filter 但如果不會寫 你可以再用錄製的 那把它加到程式裡面 也就是說 出現這個工作表之後 把這個拿掉 甚至還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顏色 把它恢復成原來的黑白 可以啊 怎麼做 你可以看一下 我印象中在常用裡面 跟著一下 表格設計裡面 其實你可以從表格樣式裡面 把它改成清除 這邊有個清除 清除掉 它就可以把它的格式拿掉了 如果你不會寫這一段程式 你也可以怎麼 把這個動作錄製下來 然後再加到那個程式裡面 它就會怎麼 產生這個工作表之後 可以把篩選關閉 OK 然後呢 在表格樣式裡面呢 可以把它的樣式清除 甚至呢 因為它好像預設是一個表格啦 甚至你可以把它轉換為範圍啦 不過這個動作不做好像也看不太出來 但如果你龜毛一點 你可以也是同樣把轉換範圍錄製下來 然後再加到裡面去 那如果我希望喔 得到的結果不要是有那種樣式的結果 而是最原始的結果的話 那其實你就可以把我剛剛講的部分 再加上去 印象中好像就是取消篩選是這個啦 OK 那另外的話 清除表格樣式好像就這一個 OK 你可以自己錄製看看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原則上大概 就樞紐分析部分 大概補充到這邊 如果各位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試做看看 有問題的話可以再提出來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來看那個第六個單元 第六個單元就是 從網路上下載一些資料啦 當然其實它可以做得很複雜 可以做到爬蟲之類的 不過呢 我這邊主要是針對 大家可能工作上會比較常會用到的功能 做說明 所以這邊順便補充一下 就是6-1的地方 OK 各位可以看一下6-1的部分 主要就是針對一個需求 因為這也常常同學遇到就是說 老師我現在呢想要更新資料 我先把這個線上 這個總表裡面的資料 我想要更新 那更新的話意思說 可能公司裡面 可能很多人都用同一個工作表 但是裡面的資料 每個人的資料都不一樣 那也沒有什麼方式 可能他們一來上班的時候 一打開這個工作簿的時候 就自動從雲端上面去更新最新的資料 只要我按下一個更新資料 那當然更新資料主要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先把舊的刪掉 一個是從雲端上面下載 當然呢 你資料應該放哪裡比較OK 當然你可以放資料庫啦 不過資料庫比較麻煩 因為資料庫你還要再找個主機 一個server讓他放 後來想到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乾脆放雲端算了 而且乾脆放Google試算表 因為Google試算表 不用錢 OK 而且穩定度還蠻高的 而且幾乎每台電腦都連上網路了 只要我把主要的那個資料放在雲端上 那當打開這個工作簿的時候 當然你或者你可以按一個按鈕 如果你不想按按鈕的話 你可以當這個工作簿打開的時候 自動去更新 那他就是最新的 所以你可以怎麼按一個 我demo一下更新資料 他會先把舊的刪掉 再去從雲端上抓最新的資料下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多人共同去使用一個資料的時候 那他抓到的永遠都是最新的 比如說每個人都有會員資料 但是問題是會員會增加會減少啊 那如果說你不是最新的 那是不是會有問題 所以最好是什麼呢 更新一下 所以更新只要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就是清除 一個是下載 可是問題是我們要怎麼樣 第一個 當然我們要寫程式之前 第一個 那我要怎麼樣把資料放在雲端上面 給人家下載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先學會 如何把我們的總表放在雲端上面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再學習如何把這個更新資料背後的程式寫出來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我們這一個範例 先做一個結束 那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如何更新資料